距離超級杯還有個幾星期 但圍繞著超級杯的話題不斷 洛杉磯警方星期三表示 在上星期日洛杉磯工藥隊 對49人對比賽期間 一名49人對球迷 在SOFI體育場外遭到襲擊後昏迷 警方正在加緊調查事件 另外市長賈西提和州長劉森 在這場比賽中被拍到無戴口罩 引發起超級杯防疫安全的疑慮 賈西提在記者會上說 他脫下口罩時忍住呼吸 所以感染可能性為零 洛杉磯工藥隊上週日 在SOFI體育場以20比17 戰勝舊金山49人隊 獲得NFC桂冠 挺進13號的超級杯大賽 英格伍德警局表示 來自奧克蘭的餐館老闆丹尼爾·勞納 當日下午4點左右 距離開賽半小時前 在體育場的有區被發現 他身著49人隊球衣 和黑色腹 目前仍在海港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住院 他的傷口顯示 上半身和臉部在體育場受到襲擊 目前他仍處於昏迷狀態 警方無法了解當時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勞納受傷的情形 喚起大家對2011年 在到期體育場外對舊金山巨人隊球迷的殘酷襲擊的記憶 在那年的開幕日 作為兩個小孩的父親 前聖克魯斯護理人員 布萊恩斯托被盜期對球迷野蠻偶打 他留下了嚴重的腦損傷 他的襲擊者被判入獄多年 在奧密克龍浪潮衝擊下 13日的超級杯是否可以做到防疫安全 亦是超級杯的一大挑戰 洛杉磯市長賈西堤 州長劉森和舊金山市長布里德三人 在上週日比賽中被拍到沒有戴口罩 亦成為網上熱門話題 屬犯體育館表示 他們將在超級杯當天 為觀眾提供KN95口罩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